法式的第四期 也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的最后一期 鉴于今天有很多新入坑的 所以我从头讲了一下冰法的一些思路 还是从技能做手 现在冰法主流的核心技能 其实就只有冰锋球和寒命碎片 冰锋球暂时不展开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走 主要讲寒命碎片 寒命碎片在前期练集的时候 我们要早一点点出来附魔 15级的时候有个附魔效果 要配合火球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清涂效率 然后有了冰霜猩猩以后早一点解锁 这是在前期用冰霜猩猩和寒命碎片的一个附魔效果 或者是火球的附魔效果 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度过前期 然后到了30多到40这个阶段可能会比较卡住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的体系就要也差不多大招也能点出来了 要逐渐从碎冰 前期可以点碎冰 转成雪崩 转成雪崩以后 把这边的冰系和我们的大招点出来 这样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走CD的 就是一波一波的清 没有技能的时候千万不要上 到40多几的时候 莉莉斯阶段也就是或者是较50 50多接近60难度3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流派的该加点的就按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去点出来了 我就从头说一下 首先冰霜弹这里去掉了 因为这4点回蓝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了 我们回蓝现在不是靠这个普攻 所以点两点过度让它能够路过 因为这边至少要两点才能往这边点 还没碎片点满 这边是常驻易伤的一个手段 易伤会配合很多的增伤效果 所以易伤能够点出来的阶段要尽量早点点出来 法力上限和元素主宰 这个在前期的时候比较弱 但是在我们的法力值有了一点基础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一个常驻的增伤 这个就要点出来 传送点到减免 伤害减免 这个是可以后期最后再点 韩明顿这个早一点 这个前期就点出来 它的法力回复 冰霜猩猩猩 现在我是8级 是因为我的物品等级 我是点满了 为了它的一个CD效果 然后冰霜猩猩猩一伤 这个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了一个常驻易伤效果 这个是群体一伤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目前还是推荐这样 这边幸运一击会配合我们的雪崩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B点向 到这边 只点了一点的原因是我们屏障 只是为了要它的一个持续 就是拥有屏障的时候的一些其他额外效果 并不是要它的能够给我们扛多少伤害 你即便点满了它其实屏障效果也不会特别明显 该碰一下就怪模拟一下也就直接屏障就没了 还没帷幕 时间延长 然后这边没有多的点了 现在勉强先点一击3%的几率冻结 锦上添花 这边配合我们的附魔 说一下我们附魔是附的火焰弹和寒蜜泥片 附魔火焰弹以后 这里常驻燃烧效果以后 包括我们的雕纹会有加成 这里有一个爆伤加成 然后这边本来应该是要点满 但是现在点数不够 优先级最高的是回蓝 然后易伤的一个冰伤 因为易伤常驻 所以这个就是常驻12的增伤 以及这边精英伤害 这个其实优先级也挺高的 但是现在点数不够 现在暂时这样 这个大招有一个bug 它目前如果你有加1的冰霜星星 它不会剪你的冰霜星星的CD 如果没有加1它会正常的剪 所以有点问题 但你看我视频的话 我会发现这个大招还是非常重要的 雪崩不要碎冰 因为我们缺的其实单体 单体的情况下雪崩才能够配合幸运一击 来常驻我们的冰寒冰裂片 然后这边缩漏了一个两极的元素协调 可以改成一极 因为我们现在暴击几乎是满的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只有5%的几率也会很容易触发 触发的情况下 会减这三个技能随机减一个的它的10秒CD 好这是技能方面 巅峰后面说吧 先说装备 装备上面那个雕纹选择 目前这一套我就是已经配好了 就暂时不会大改了 武器上面尽量找满肉的80 这样会在我们的法力值大于100的时候 现在137 几乎是常驻的一个暴击几率提高80% 也就是几乎一个满爆 我们其他装备就不用去找暴击了 鞋子上面的话移动速度这个非常重要 之前我把它改成了伤害或者是生存 会发现手感非常拉稀 因为我们很需要闪避以后加移动速度 以及传送以后加移动速度 这会让我们的走位放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不光是跑图走位也会非常的顺畅 原先那个简直就像一个笨逼一样 根本动都动不了 这个裤子后期会换 我们不太需要 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小怪死亡的时候 释放冰霜星星了 后期可能会换成一个打造的护甲 就是有一个造成任何伤害 增加你的护甲的附魔 那个威能 手套是贯穿 注意这些顺序无所谓的 比如说衣服你可以弄成贯穿 然后反正总共有这些东西就行 冰霜星星额外次数加1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CD尽量靠满 我现在还没有满 但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头这是还没护甲 获得5组效果 这要说一下 像前期前中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追求一些减伤 以及增加护甲值的那些威能 但是后期特别是高层的一些 地下城 你会发现你死亡次数最多的时候 是怪物把你控制的时候 寒冰护甲 无阻的效果就显得非常重要 它相当于一个解控 当你有寒冰护甲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被控制了 你可以点一下寒冰护甲来解控 或者是你前期直接上寒冰护甲 冲到怪里面去 都是可以的 这就相当于一个免控 是非常重要 就玩多塔或者是玩魔兽争霸的都知道天神下凡 这就是天神下凡 非常重要 在后期的时候 然后项链我选的是异伤状态 情况下这些怪对你的伤害降低 我们前面提到寒冰碎片有长柱异伤 所以这里几乎是一个长柱的减伤35 这在其他的部位或者说其他减伤来说 以前我们用的普攻减伤 现在普攻减伤只有20% 即便满肉也40 但这个是一个长柱的 这个显然就会更好一些 因为你只有被普攻到的怪会给你 会给你赋予减伤就很烦 手感上面会很烦 这个比较契合我们的一些输出手段 戒指上面可以换其他的增伤 我现在暂时用了这个 因为它比较容易吃的满 因为我们蓝大量时间都是满的 依赖于我们的雪崩 也就是这个雪崩加一以后 我们很容易让我们的蓝量维持 在一个满额满额的情况下 就会吃到20多额倍增伤 也就是比其他的拥有屏障时增伤 那些效果 一个是效果更高 另一个是它常住的时间会更 覆盖面会更广更广 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 这是微能的选择 然后是磁条的选择 磁条上面优先级 现在有了一个后期的优先级了 以前我们都是追求一些伤害和一些抗性 现在很重要的两个或者叫一个CD 冷却时间缩短头和项链上面 我这里有两条26% 非常重要 优先级摆到第一位 没有任何词条能够超过这个 因为冰法很容易便秘 一旦你的冰刷星星就差了两秒 或者是寒冰甲或者闪线 就差了一两秒的时候 非常容易猝死 或者是节奏断档 必须要等 但如果等的时候 你遇到移动速度非常快的 那就是一个死 所以这种情况下 CD优先级非常高 摆到第一位 其次的就是暴击伤害 以及我们的手套上面 这有一个幸运触发几率 这两个算是也是优先级比较高 但是没有CD那么高 其次呢 还有一个寒碧裂片 也就是我们的主要输出技能等级 还有冰霜 冰霜星星的一个等级 这两个 他们的优先级也比较高 仅次于CD 他们都属于二体队 然后除了除开这些以外 这些都是输出向的 还有暴伤 以及异伤伤害 这些能够常驻吃到 注意就是输出向的辞植 我们要注意不要堆一个词条 比如说这里列出来 对控场的 对缓速的 对冰截的所有的这些词条 它是乘法计算 你一旦在一个区间里面堆过高以后 比如说压制伤害 以及我的异伤伤害就非常多 这种情况下 你再去堆异伤 它的收益会递减 编辑递减效应 所以我们要尽量找更多的区域 而不是专注堆某一个 而且还要考虑词条的一个覆盖面 比如说眩晕以及冻结 我现在武器上面第三个词锥 这些都是比较无效的 或者说是它的覆盖面太少了 比如说打boss的时候 几乎就等于零 这种情况下 它优先机会很低 哪些是常驻的 核心伤害 这个你只要打寒碧泪片 就一定会吃到 还有暴击伤害 这些一定会吃到的 优先机会更高一些 以及我们还没有被稀释到的一些区间 比如说所有伤害 这只有18 这个提升就会比较大 对远距离的伤害也会大 对燃烧的伤害也会大 就要找这些 还有核心伤害也会比较大 这些区间没有加过的区间 优先机会更高 这输出向的 防御向的话 会推荐抗性护甲值 护甲值 昨天也说过了 我们抗性会受护甲值的影响 然后护甲值本身又会去减物理伤害 所以护甲值的一个收益会非常高 我现在三个宝石 防御向的宝石全是相当护甲值 然后身上的这些宝石就全是生命上限 因为生命上限又会增加我们的屏障 屏障的一个吸收量 当然我那个屏障没点满 只能说如果有选择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加生命上限也好一点 然后对异伤的一个暴击伤害 是因为我们常驻一伤 所以这个暴伤也是相当于一个常驻 比较稳定一点 好 这是防御向的 抗性抗性也非常重要 不要身上什么抗性都没有 那也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的头 现在有火焰抗性 鞋子有双抗 我都是如果没有抗性的部位 那是实在没办法 就是我的那个 没揉到比较好的装备 但不是我不想堆抗性 如果大家有的选的情况下 一定要优先堆抗性 防御方面 就是抗性第一 其次护甲 这是防御向的 好像其他的就没什么说了 戒指上面比较容易找到暴击暴伤 以及异伤伤害 这个戒指其实比较偏向毕业的一个输出项 而这个就比较错一点 后期可能会换掉 生命值的话尽量越高越好 因为现在也挺容易暴毙的 当然也是和我的抗性不满的原因 抗性我身上太多火炕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去补了一些护甲 其实很尴尬的 好就是持续的一些选择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来了 巅峰盘 巅峰盘昨天讲了一些 今天有些小的调整 但问题不大 还是先说一下总体思路 因为法师的巅峰 它的一个传奇节点 只有一个巅峰盘里面的传奇节点有用 也就是这一个 因为一伤常驻 所以我们相当于常驻是5点幸运 除了这个以外的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用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尽量去拿雕纹 那你拿雕纹的一个优先级 就是你不要看那个巅峰盘里面加了什么 你要看他的 离我们的雕纹距离有多短 越短越好 这三个就算短的 所以我去选择这三个 特别是附魔的非常短 这边拿到以后 你会发现需要的点数非常少 然后其次 我们拿到雕纹以后 怎么去选择雕纹 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敏捷 换对燃烧敌人伤害 因为燃烧也是常驻 我们的附魔有火焰弹 第二个就是暴伤 因为我们的暴击满的 这种情况下暴伤 它就会作为一个最高优先级去考虑 这有一个这个就无所谓了 我是看中他回蓝了 你们可以不用去考虑 因为我这个也没有升满 注意要考虑的是 我们第一件事情拿到雕纹以后 首先选择好这些 你需要去放上去的雕纹 定好了以后 就疯狂的只剩一个 升到15级 先不要管20级 升到15级之前 因为它会解锁我们的半径范围 半径范围拿到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去解锁它的需求 以及能够拿到更多的伤害 比如说它是每5点敏捷 你就能覆盖更多的 你就拿到更多的敏捷了 这是第一优先级 这个还差一点升到15级 升到15级以后 我的巅峰点又会去围绕 升到15级的又去分配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比如说敏捷 它到时候升上去以后 这个能拿到了 这也能拿到 就相对于平白无辜 就能多了 多了两个敏捷出来 所以这个很着急 很急 这一个是选的智力 因为这一边的智力非常多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盘的时候 这里也可以去做筛选 这个盘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智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智力 八个智力 这个应该吃不到 八个 这种加了六个以上的 其实都已经算非常多了 这里有八个 这个盘就会优先放智力相关的 而智力相关的最好的就只有非物理伤害 然后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对应元素的抗性 正好前面我们提到我们装备上抗性不够 那这里我们还有一个 我往这边延伸了一点 法力上限 加了很多的法力上限 法力上限有什么用 一百三十七 因为我们很依赖于暴击率去常驻 所以我们的法力不能卡的太死 尽量要越高越好 在越高越好的前提下 那当然就是要去堆法力上限 原先我的戒指上面有法力上限的把它下掉了 就是用我的巅峰盘上面去手动点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偶尔没有雪崩的时候 你放一个海米弹 它的法力上限是三十 你会发现也能卡得住 就偶尔漏一个 它也是能够吃得到的 所以法力上限也非常重要 然后这边手动去拿到了传奇节点 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这还去手动拿了幸运触发几率 这里有很多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大家可以看着点 尽量不要去抄我的巅峰盘 因为我讲巅峰盘也是讲思路 我不希望大家给我抄的一模一样 因为明天有可能我就变了 后天可能又变了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学思路 你自己有了自己的思路以后 你自己去主你的巅峰盘 一方面也会有更有乐趣 另一方面也不怕别人去修改巅峰盘 对吧 你自己都有一些理解了 好 那就是巅峰方面 还有什么没说的 好像内容就没了 暗黑还挺简单的 其实内容不多 后续可能会转到冰峰球 因为暴风雪的伤害太低了 如果核心伤害的话 可能会从寒闭内片转到暴风球 因为现在寒闭内片 我打到40多层 往50层走的时候 会发现怪碰你一下就死 这种情况下可能一方面是我的等级太低了 另一方面可能是需要提升我们的远程输出能力 不能去贴脸了 如果一直依赖贴脸的话 要么减伤特别高 要么就很考操作 这种情况会很累 可能后期会考虑往冰峰球走 所以我身上的装备 也留了一些冰峰球相关的东西 然后最后的最后 我们就放一个实战打35层的一个食品 35层远没有到现在我的上限 因为35层打得非常轻松 所以我就选了35层 打45层的话 有点要去凹的意思 就没有必要 凹他妈可能凹几个小时 凹的那么一两个好看的 然后发出来 然后说我能打45了 那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选一个35 大家看一个乐就行 好谢谢大家 把游侠也学了相当于 对 对 把那个 就那个进战 进战的那个 转圈圈的那个 游侠也学了 然后很多 很多都跑去玩 又玩那个游侠游侠 看一下游侠 游侠是没毛病的 因为 你想啊 这个游戏 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单刷少 还是平均多吧 应该单刷更多吧 刷子游戏的话 我觉得目前啊 你后期的你是单刷多啊 后期 反正是看 看怎么玩的 有些人他喜欢单刷的 他就单刷 还有这个毒我也得靠不住 感觉法师以后他妈的这个还没碎片就不太不太行 得考虑换冰封球了 啊 37真就是90级的怪了呀 嗯 不知道 没注意 不是90级的 这毒他妈太强了 这地上的毒 站不住 可能毒抗太低了 但是我看那个ROB的那个装备 他身上没有加抗的地方 他那是之前的嘛 可以减上屋 减上屋一直在的吗 没有 他今天才更新的一个视频 嗯 就是说 才被砍了的蛮 那个炫布蛮超玩的 可以 可以 哇 才这个毒 他妈的 他根本就在 不能在毒上站着打 但是这一怪全部都会丢 那你就得肉土 有毒的就不打 他是那种地面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视力要强度 打怪很轻功 但他妈他丢地上这个毒 我看不见 就生存出了问题 我今天下午就是在调生存 真毒 你说要丢到多少层 我哪知道 我哪知道 现在级别也太低了 没有这个普攻 我上去直接 直接瞬间空血啊 就跟你刚才那个啥一样 你再摸一下空血 我那个是普攻都扛不住 我那个是普攻都扛不住 他妈的比你这个严重多了 他这个普攻打我 普攻不要 就是他妈的 我那个是普攻都扛不住 那个土里面的毒 你也是个 你会死得更透的 我去带朋友过个巨星 我们还等着吃饭 他们还要人带 啊 巨星还要人带 莉莉斯那个嘛 就是第六张了 他有点难打 我再打一次 玩 玩 鲜血比较记怎么去掉 我刚 我刚进入这个PG的时候 不小心点他一下 对 阿姨 ABCD 按了之后可以 你看嘛 你自己找啊 上下来 太好的 我这次见 你也不是 你多什么 你也不是 有什么 我这次见不见了 你怎么还不见了 这次见不见了 鱼 开尾 你又要把这次见了 對 怎麼辦幫不了 會的嗎 不知道 怎麼 怎麼刮啊 要 要跟那個 DC對話 還不知道幾 我看那些發GP的自己都才60多了幾 我還是要等 等得比高的來